哈喽,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印度站的物流配送有什么特别体验? 答,当地人特别喜欢,货到付款。 FBA帮了大忙,从2016年开始做跨境电商,张总就选择亚马逊。 因为有亚马逊有FBA,即便拥有多年的传统外贸经验,北京巨店在出售电商运营时也曾为产品发货问题范畴。 所以当初选择亚马逊做跨境电商,就是冲着FBA来的。 它不仅能帮助像我们这样的制造商解决海外无自建仓,当地物流配送慢等运营问题,良好的售后服务也能让我们无后复之忧。 专注产品,FBA不仅自带流量,助力赢得购物车,还满足了印度当地人特别喜欢货到付款的需求。 FBA订单中,超过自成的印度消费者选择货到付款方式,因为FBA可以实现货到付款,相较于自发货。 当然FBA出单量更高,所以这也是我们毫不犹豫选择做FBA模式的原因之一。 张总说道,问,听说印度消费者退货率高,收货地址常在某棵树下。 答,我们的解决办法是发货首选FBA。 出货量大可考虑,叠加FBA。 印度占较高的退换货率,让大多数中国卖家止步不前。 张总直言,这里,有印度本身国情和消费者习惯的因素。 由于印度国家基础建设,水平较低。 而顾客留下的地址,有时又难以辨认。 所以站点退货率,确实一直高于欧美。 他们留下的地址,千奇百怪。 在一坨树下,寺庙左前方,桥的右边等各种描述都有。 有60%以上的退货都是因为这些奇奇怪怪的地址。 张总笑着说,但如果使用FBA进行配送,配送失败的产品会直接退回仓库。 重新上架后也可以二次销售。 也避免了因无法锁头而留下差评或者提出锁赔。 所以课单价高的产品,我们都会优先选择FBA来发货。 更重要的是,差评减少合作赔率降低,能够让Agear Deceptrate, 订单缺陷率指数,区域稳定。 账号安全了,生意自然也就能做起来。 在印度站选择FBA模式, 卖家需要与有印度公司资质的第三方服务商合作。 一般来说,在欧美站点,由于物流环境比较成熟, 发FBA时,按周来备货即可。 而印度由于清班流程比较复杂等因素, 和服务商沟通备货计划时, 通常需要预留15至30天的时间。 这对北京巨变团队管理,FBA库存提出了挑战。 随着出单量增多,对库融的需求也越来越大。 张总集团队尝试采用FTCFRE Trade Zone, 自由贸易仓模式做库补, 提前把货物直接放在印度保税区仓库内。 先不清关,出单后再从保税仓清关并配送给消费者。 FTC模式不用预约服务商, 只需要将货交给DHL。 产品两天内也可以送到消费者手上。 时效较为稳定,用户体验也不错。 张总建议,订单量大的印度卖家可以双管齐下, 灵活运用FBA和FTC模式。 问,在印度站做推广,广告花费大吗? 答,投入成本相等的情况下, 我们在印度站的效果大约是欧美的二倍。 印度站相对和缓的竞争环境, 带来的惊喜就是对照比大幅提升。 张总表示,印度站的Sponsored Products Coupon Gatheolite Nindio等营销工具 在站内引流方面的性价比很高。 我们做过对比,印度站的ACOS比欧美要低不少, 维持在20%多一点。 推广的效果是很好的。 同样的广告费用如果我们用在欧美, 出单量可能是印度的一半吧。 张总表示, 未来会是当用印度年轻人喜欢的Fastbook YouTube做站外推广,相信效果也会很好。 对印度站的信心带来的是印度团队的扩容。 今年北京巨变印度站的运营团队计划 从现有的三人扩充至15人。 从设计、运营、售后等方面 全方位提升团队服务。 北京巨变今年预备 扩充印度站运营团队。 现在, 我们的首要任务 就是在印度站站稳脚跟 并扩大市场份额。 然后再考虑 怎么把利润空间做大。 对, 对, 不仅留意 不仅留意 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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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